虽然疫情仍在持续 但是无法阻挡一对居住在日本的穆斯林情侣 步入婚姻殿堂的心愿 而这一对穆斯林情侣也是非常的特别 他们在日本的清真寺举行婚礼 又有哪些要求和程序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美都新闻著日本东京记者的报道 位于东京西北部地区的大种清真寺 前些日子接到了一桩非常特殊的跨国伊斯兰教婚室 这对穆斯林情侣不是日本人 也不是居住在日本同一个国籍或种族的人 新郎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新娘则是来自越南 婚礼当天这对新婚夫妇邀请了新郎的诸多亲人 并邀请新娘在越南的亲属 通过线上共同见证两人的伊斯兰教婚礼 婚礼仪式上 清真寺阿亨向新婚夫妇授予夫妻双方在家庭中各自承担的义务 以及维护夫妻平等权利等伊斯兰教婚姻官 在清真寺举行婚礼仪式是免费的 但签发伊斯兰教婚约证书需收费2万日元 约260万印尼顿 根据日本婚姻法的规定 穆斯林新婚夫妇在当地市政厅注册之前 必须在清真寺举行伊斯兰教婚礼 并获得伊斯兰教婚约 而在清真寺办婚礼 只需新婚夫妇提交双方有效的证件即可 在获得伊斯兰教婚约后 他们必须携带所有的有效文件 向各自国家驻东京的大使馆报告 美读新闻整理报道 余兰教新婚夫妇